当日一别 当日自灵自王府一别 已是许久了 你还好吗 一切如常 不必挂心 那日我那些话 初始不解 后来便渐渐想明白了 那字字句句看似决绝 实则都是为我好 张某在此谢过姑娘 在床快被抹去 那时雪宁深圣流言风波 也多亏了张大人不计前嫌 查明真相 在朝堂上仗义直言 一直还未谢过大人 正好趁今日 多谢张大人 张大人曾说过 罪喜关羽 想必今日该是欣喜 不许会 雨 也有不同 庞陀暴雨直落而下 冲击太大 人也是会难受的 而这种雨 便刚刚好 雨时犯连衣 行过程点着 就像人生中的小波折 经历过便自会明白 江姑娘 先生请你过去 什么事 大人 你肯定会 你肯定会 雨就索性关了一会儿 一个人关雨 不无聊 还好 正好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 圣上催着你和燕灵回京 背后态度未明 这件事你们还是在好好想想 但至于我 若继续待在这里 迟早会被朝廷知道 江甲还在京中 我想 你想走 我清缘虽薄 但总归不想牵连他们 你想走去哪儿 可以回香壁一段时间 就像我之前计划好的那样 你想走是因为江甲 还是因为她 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去见了张哲 你到底在心虚什么 寻常偶遇而已 就是怕你多想 所以才没说 寻常偶遇 寻常偶遇两个人就一起关了这么久的雨 我真不知道夏宇有什么好看的 湿漉漉冷冰冰 粘在身上早也扫不掉 雨漆一点点往身体里面钻 稍不留意就要染上风感 虽不至死 却是绵延不尽 反反复复的难受不适 曾雪宁 你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说你跟她 真的有这么多旧情可以续 谢居安 我不是你的龙中鸟 就算我是故意去见她的 我也没有必要同你解释 可你已经向我许了义后 姜雪宁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既承诺了 我就不会放手 更不会让你有反悔的机会 姜雪宁 你是我的 女朋友 好 蒙雪宁 你 你 我是你的 那你 你 我是你的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做什么决定有什么意义都深不由己